新闻 李慧平编译 好 到底要不该释放这个大陆的刘晓波呢 这问题显然也是困扰着马总统 因为第一时间传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呢 总统府发出了新闻稿 只说这是大陆人权的进步 完全没有谈到释放的问题 上午被记者问到通道的问题时 他还是一样不回应 一直到下午呢 才主动呼吁大陆应该来释放刘晓波 会不会公开呼吁释放刘晓波 马总统没有反应 媒体再问一次 还是没有反应 马总统只说声谢谢 不过几乎在同一时间 外电传来国际监生院刘晓波 甚至是直接要求大陆赶紧释放刘晓波的消息 他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 他代表美国总统欧巴马对大陆喊话 除了大陆喊话 这连达赖喇嘛也发声明呼吁释放刘孝波 国际间的声援相较于马总统的不回应 有人开始质疑马总统的人权立场 骂声不断马总统下午有反应了 释放这两个字马总统考虑了将近24个小时才终于说出口 中间的转折恐怕很多人都想知道 原来新闻杨复华由博志台北采访报道